好 民政黨指控會計師端木正 擅自去調整1817萬元的支出 端木正反駁強調他的行為都是合法 好 因此呢 這會計師出身的前立委羅淑磊表示 會計師不可能會這樣做 我們就來聽羅淑磊的最新說法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內部的作願 一般來講一定是他們把那個 假如他是說他是委託會議師記載 那他也一定會把所有的單據 都交給會計師 那會計師一定是根據他的單據去做 那假如有短掃 廣告短掃1800多萬 將近2000萬 那這麼大的數字 怎麼可能會計師給他亂湊 一般會計師在查核帳物的時候 有發生錯誤或看到一些不合理的 那一定會跟為何人討論 所以你說會計師他都沒有跟那個人討論 那他就自己把它湊上去 我都覺得這有點扯了 而且我都覺得那個會計師真的要保重 他這樣也會被家僑執照耶 他還不僅付刑劃還還那個 那有必他有必要這樣子做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賈張怡雲持續延燒 面對一連串的爭議 柯文哲火氣來了 相信自己是沒有失敗的嗎 假裝風波讓柯文哲形象大打折扣 而他一早先來到黨中央召開類型成會 緊接著到政大下令演講 針對賬物問題黨內定調低級錯誤 記者會前相關事情 柯文哲最口不提 民眾黨危機山羽欲來 綠營明代迷提人緊咬要柯文哲交代金流動向 目前曝光包含目可行銷1300萬的LOGO授權費用 尼澳核實了兩間活動公司高達916萬金流疑似造假 以及去年的募款演唱會77萬的收入 到底去了哪最新再爆10間公司 近千萬的宣傳費去向 身為競選總幹事的黃珊珊也被批示後 態度消極危機處理能力備受質疑 而柯文哲正是現今申報不實 北建也正式分他自案以偽造文書為理由來追查 連議員也出面告發 我認為他是全台北市有史以來 可能第一個要坐牢的台北市長 而且出這樣的人做八年台北市長 我們身為台北市民跟市議員覺得很羞恥 台北市議員周小平來到北建案令告發 可問著陳佩琦會計師端木正等五人 以涉嫌政治獻金法刑法偽造文書背信等罪嫌 激進黨也出面控告替小草暴虛 他侵占了小草的這筆募款 把小草當成韭菜來割 選前積極募款籌費 選後政治獻金賬物不明看在支持者眼裡 民眾黨標榜清廉愛鄉圖的形象恐怕早已不復存在 東線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捲入了金流不實的風暴連環燒 剛剛下午他親上了火線 最終的結論是指向了會計師的疏失 我們一個連線給韋鴻 好 主播各位觀眾區來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聲線這個政治獻金虛報福報賬目的遺運 那對此呢民眾黨今天下午的時候 就召開了記者會來說明這緣由 經過他們週末的查賬發現 在選舉期間有將近1800萬元的賬款 是有出現漏報給監察院的親信 他們把這責任是歸咎給委外的 這個會計公司的端木正會計師 表示呢因為端木正呢在時間很趕的情況下呢 才會把這些帳目誤指給木可 以及兩間活動公司 我們來聽一下柯文哲最新出名 所有的支出你知道 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務 更重要的 他們要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但是為什麼還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燈打的業務全部外包 只會很便宜行事你知道 沒有一筆一筆輸入 最後就找那個最大筆的把它灌進去 造成今天的這個錯誤 這次總統大選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摸索也沒有經驗 我也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這種在監察院的登錄這種錯誤是不應該發生的 那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負責恩的做法 好 那其實柯文哲是表示說呢 他們會進行相關的補證行為 而在這個記者會現場呢 來到了提問環節 卻也爆出了差距喔 由這陳俊涵領軍的台灣國士帶人 來到了現場來鬧場 一度是導致記者會提問到一半來中斷喔 場面是相當的尷尬 柯文哲跟黃珊珊等人呢 就坐在台上 可以說表情也是相當的尷尬 那據我們了解呢 目前呢 民眾黨會針對後續漏報的情況 來進行相關的補證 以上也是我們找到 下一個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給紅蓮主播 現在完成一家造詞 被獨派團體槍下 控制者不以為意 明明身陷金流 怡雲態度IP 如同這鬧劇 你都叫警察 叫我 叫我 中現場控制者橫彈 但因為這場記者會早被定調 都是會計師 端木正有問題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你知道 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務 更重要的 他們要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每個人都有簽字啊 那你簽完字之後 然後你通通說不知道 隔壁幹事長 就每天真的閉著眼睛簽字嗎 沒有 就是真言說瞎話 物資家狂罵民眾黨以會計師端木正 時間來不及為理由 擅自調節帳目申報 導致出現將近兩千多萬元的斷差款項 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這個接受苦難易 抗拒誘惑難 很悲哀的他必須要面對 司法的審判跟未來的 916萬的賈賬員被輕描淡寫 演唱會77萬淨收入 黃珊珊說是商業行為 新婦李文宗函我承擔 事實上名妝說明若屬實 端木正將面臨5點以下有期徒刑 或被罰60萬元以下罰金 對此端木正發聲明強調一切依法 但是妻子陳佩琪找兒子來開人頭 柯文哲有回等於沒回 路路續續在準備 說到現在為止 東西就擺在那裡 故事就是這樣而已 雖然有IQ的157 但是碰到犯罪的時候 他的技術跟他的智慧都非常不足 事上一早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基因黨議員也到北檢案鈴告發 柯文哲 而北檢也正式分他自案來追查 民眾黨假狀風波 讓黨形象重挫 柯文哲想全身而退 恐怕沒那麼容易 東森新聞鄭中興 綜合報導 說我老公有犯罪有簽什麼的 那如果你有證據的話 就把證據拿去檢調 那邊去告就好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夫人 陳佩琦看起來是橫廷老公 面對綠營經要進華城融積率獎勵案 就是柯文哲親簽造成爭議 前立委郭正亮甚至預言 柯文哲生日這禮拜會發生大事 甚至傳出陳佩琦要入黨 當備位主席來做危機處理 我確定是退休之後才考慮要入黨 我不太知道備位 我先生當主席當得很好 陳佩琦再挺丈夫 柯文哲本人也很有信心不怕被查 因為他認為這案件經過都委會 以及三個專案小組審查 這個案子如果一開始沒有柯文哲的收件交辦指示 後來沒有都法局長黃錦茂 跟彭前副市長的後續執行的話 根本不可能進入都委會審查 身為金華城專案調查小組召集人 國民黨議員游淑慧認為柯文哲 把案件推給公務員跟陳旭 非常沒有擔當 一切的始作用者 不正是柯文哲市長的指示嗎 所以今天柯文哲市長 應該為自己當時的下令跟政策指示 來做辯護 而不是一直把責任推給基層的公務員 面對議員一再指控 柯文哲雖然想冷處理金華城案 還說大家都很清楚 但整起案件除了議會調查小組 建調也在偵辦當中 我們就是全力配合 也希望能夠盡快的釐清事實 然後誤枉誤重 市府強調會全力配合 讓金華城案真相水落石出 議會專案小組20號也開會要查案 這回藍綠毛起來盯案 就是要給民眾看看柯文哲說的 與調查結果是否相符 動聲選陳明勝練就好 李如台北報導 柯文哲為選戰佈局的小草咖啡廳 被名嘴爆料 名字登記他兒子的 而且地點還位在台坡大樓的 柯文哲辦公室 這件事起頭就是柯文哲妻子 陳佩琪9號自爆 當時她還具公務員身份 卻疑似用別人名字開公司 別人名字就被指指是她兒子柯富瑶 陳佩琪也趕緊致歉 解釋公司從7月底才開始有正式賬戶 還沒開始運作她算是有犯意 但沒有犯刑 邀請法院重輕量刑 到底有沒有跟這些財團 有不法的利益交換 我想這才是社會所追究的 因此在造假之後有沒有侵占 有沒有詐欺 有沒有一個不法的利益交換 是大家所關注的 這次民眾黨政治獻金申報問題 相當嚴重 宛如水門案嚴重影響人民 尤其是小草 對民眾黨的憲政 綠蒙批民眾黨的團隊 目前一塌糊塗 竟然還能透過人頭 虛設公司來核銷暴障 有違反法律之疑 她9月才退休 她還是公務員 如果涉及違法的話 那是會壓重其刑 就連前幕僚吳靜穎也酸 有房子的柯富瑶 在木可公關旁 用資本額10萬設立公司 叫做智瑶資訊傳媒有限公司 正好父親柯文哲的黨部 基金會智庫就在樓上 台坡大樓簡直是有愛爸爸的散策 柯媽媽想替兒子抱不平 不過正義連環燒 從假帳怡雲燒到人頭社公司 外界都還在等 柯主席何時能透過釐清 出面給個說明 東山巡迷衛城 旅路台北報導